詞曲 李宗盛 這一講是講這個明代的人才 我剛講到各方面的人才 現在要講關於政治方面了 這些人推動非常有名的兩部電視劇 一個是大明王朝1566年加加進皇帝的事情 這一部講張居正 整個張居正朝 講這個大明王朝萬利年間很重要的一個宰相的故事 那其實在這個萬利朝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宰相 大家都知道 明朝沒有宰相叫做首輔 他等於是內閣的頭 那張居正呢 是萬利的 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 小時候已經是他的老師了 那他在萬利朝的貢獻是非常大 因為可以說萬利是他 一直到萬利十年他死掉 等於這十年完全是由他來掌正 那他能掌正是得到皇太后 因為皇帝還小得到皇太后的支持 還有太監的支持 所以他開啟一個叫萬利新政 你看經濟上他要增加國庫的收入 重新丈量土地 推行一條邊法 就是可以交糧食的時候被有剝削的問題 故意蹭的不足啊這些 所以你就直接可以交銀子 那軍事上呢他也是小得用 七季光 里程良這些大將 還有在萬利初年的時候平定西南的攀邊 政治上他就要用考陳法 考陳法就是規定好像地方官員 每三年要回京來報告 報告你寫的 當時你的預算 你的執行 跟現在的關係 雖然萬利沒有上朝 可是因為這個考陳制度 他的官員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 所以他的這個後面的貢獻呢 就是整個明朝的貢獻 它是最大的一個貢獻 所以他死的時候 這個朝廷有四百萬的銀子 是大概明朝歷史裡面 很少的就是可以國庫有銀餘 各地的糧倉都是滿的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時間 當時買到這一件張巨鎮的一個扇面 當然他的作品也是很少 我們買到的時候都要去讀一讀 那會先成大寶珍 就是皇帝聽他建言 他給他建議大寶珍 這個是唐太宗的時代 一個大臣叫張韻谷 給皇帝講的話 他用這一段話來講給他聽 就是皇帝坐在他的西邊 好像小孩子坐在他西邊 然後來跟他講話 就是很親密的關係 來跟他講這個唐太宗這個道理 所以呢他這個作品呢 是寫給他這裡有寫文華店禁講大寶珍 文華店故宮的文華店 他現在也開始展書畫了 他在那個地方講這個大寶珍 然後寫給這個榮哉同濟 榮哉是當時的一個太監 張巨鎮能夠成功 他得利於當時的太監 第一號太監叫馮保他的支持 這個第一號太監跟他很好 所以他推定正負非常成功 可是看了這個之後才知道 他跟第二位太監 這個太監張鴻 他是馮保第二名的 第二個有影響力的 他跟他也很好 就是他寫給他 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張巨鎮 曉得要推動證物 太監這一來是很重要的 這一關你過不了 證物推動就有問題 所以他推動整個證物是非常的 非常成功 兩起超大說是 歷史上的名相 張巨鎮絕對是一個 而且其實可以說張巨鎮是 在首相裡面他是排行最 可以說最前面的 上個禮拜我們高雄市長去拜一個公廟 那個廟就送他一幅對聯 就這個對聯寫 唯以一人治天下 其為天下奉一人 這個句子是 這是雍正 雍正 養心殿裡面掛的對聯 雍正 雍正 皇帝在養心殿掛了這個對聯 當然不是現在人寫的 不是當時的 那這個對聯 那這個對聯呢 就是屬於大寶貞的句子 原句是什麼呢 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 這個是人家寫給唐八仲 這個大寶貞這個真言 給唐太宗的 那後來雍正皇帝呢 就把這一句話稍微改了兩個字 改成 唯以一人治天下 其為天下奉一人 這個意思就是皇帝的責任 其實是要治理天下的 不是天下人來讓你一個人享受的 我講到張居正這個人就想到說 他跟皇帝講的 所以萬利皇帝雖然很久不上朝 可是萬利皇帝在那個朝代 打了三場重要的戰爭 全部都打贏 而且當時的老百姓的生活 非常富庶 所以萬利朝 因為這個張居正的關係 讓整個朝廷國力更強 那高拱在隆慶皇帝的時候呢 他也是非常大的貢獻 他最大的貢獻 一個是開港 就是越港開港 因為那個嘉靖時代 Wall Code這麼多 花了很多錢 政府打了好多 這個原因都是什麼 因為他們只是要來做生意 要來中國買東西回去可以賺錢 你現在不讓我進來海進 我就乾脆打了去搶你的東西 拿回去賣賺錢 所以後來嘉靖皇帝也知道了 然後最後留給他的兒子來處理 就是說高拱他們這一批人就決定開港 所以他這個隆慶開港呢 對後來的這個影響很大 也是到萬利潮讓很多白銀進了中國 讓老百姓那麼複數 讓中國變成銀本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個貢獻是很大的 第二個就是跟蒙古人的問題解決了 他在西北跟蒙古人開放互相通 開放城市 就是兩邊可以互通有無 互相做貿易 所以這個互市 封共互市 就是封他的那個蒙古的酋長 然後封他做官 然後還是互相可以做貿易 他就不用來用搶的 不用來用打的 所以把蒙古的問題解決了 後來明朝滅亡跟蒙古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是我們收到的一些高拱的作品 這些人作品都很難找到 他是一個手捲 他前面提的字 中璇是他的號 然後他是辛丑盡勢 高拱之印 那這個葉相高他就是福建人 他在萬利潮擔任獨相 因為萬利後來不上朝嘛 哪個人走了他就走了 他也不管了 所以到最後內閣變成他一個人首相 沒有副相了 所以他在當時的權力是很大 但是他最重要的貢獻 就是他對西學的重視 他在他家鄉福建 有很多的 邀了很多的這個傳教士到福建 跟當地福建的這個地方人士在一起講學 這也是他的書法 他這個官名他寫給一個人的一個信 漢林苑四講四讀文華殿四班 然後福堂 就是他家葉相高頓手傳書 就把他的這個資歷都寫了 這種風格就是標準的萬民的書封 在當時是屬於那種刑草方式的一個書法 當時這些學者都會寫字 所以但是不是說歷史上有沒有傳他是書法家 沒有啊 晚民有好多書法家有名的 他絕對不會列到裡面 當時的基本上的書法程度都很好 他的書法算是留的比較多的 這個李如松他就是相當於抗美元朝的 彭大將軍萬一三大爭 三次大的軍事行動 他第一場他先把蒙古那一段平定掉了 然後再來打朝鮮 把封城秀吉的手下死了非常多人 死了一萬多人 所以那就是一場大的很大的勝利 然後同時後來又把他的糧倉 日本的糧倉燒掉了 所以才讓日本後來退兵 所以他的貢獻很大 這個是你看 大明提督 李如松 當時看到這個書法你就看到說 我特別覺得這個字有沒有 這一刷刷下來 哇那個好像那個大刀一揮 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當時的國防部長叫做石欣 他就拯救朝鮮的 因為當時日本打了朝鮮 打完之後 朝鮮國王來求救 朝鮮國王那時候的請求是說 我國家都沒有了 我要內附 內附的意思就是說 國家沒有了我就來歸順 就當明朝人了 那可是大神說不行 那有的大神說 我們不要管朝鮮的事情 因為打仗要花很多錢 只有石欣他主張說要來救朝鮮 所以他跟萬利是一樣的態度 你看這個打仗有沒有 一開始從釜山來很快就打到平壤 這有兩個戰役 魏山戰役跟季山 這兩個打得都很有名 一個打贏一個等於打輸了 所以這個石欣在朝鮮等於是救了朝鮮這個國家 因為他同意萬利皇帝主戰來救朝鮮 所以朝鮮對他非常感謝 但是在歷史上呢 他最後因為和談失敗 被關到監獄裡面後來病死 所以當我看到這一件 這個寫星 石星 我一看到就覺得哇 不得了 為什麼呢 這個信裡面 宋金略書報 就寫信來報告 因為這是國防部長嘛 他說宋金略來報告 宋金略是誰 就是跟李如松一起打仗的 李如松是遼東部隊 宋金略帶的是原來的七家軍 從浙江義務來的 他是作為一個代表 我一看到這幾個名字 宋金略 沈維靖 沈維靖這個人呢 在歷史上名聲是非常不好的 他就可以說上海那種白相人 就光憑一張嘴 就嘴巴很會講 其實什麼都不會 可是當時他被 被石星國防部長派去當作和談的人 所以他用和談的方法 第一次去跟小溪行長談 他的這個責任是把小溪行長拖住 他說騙他是說 我們國王要封你做王 就憑了一個口才就這樣子去 兩方面都編故事 編了故事就差一點讓封臣秀 你相信接受和談 假如當時雙方都接受和談了 就沒有第二次戰爭 你看他入窩營 刑場小溪行長相見勝販 料得表文字可必 你就可以談到封貢的事情就可以和談了 這裡面還有講到私通官白 我看到這個私通官白的時候 哇 我那種心跳加速 因為官白是誰 官白就是封臣秀吉 假如他當時寫封臣秀吉 那你想大家都會買吧 我要買到這件作品的機會就少很多 因為他寫官白可能很 沒有研究名詞的人 不知道這個官白是代表他的官位 這裡面講到官白好幾次 有講到封臣秀吉 又講到小溪行長 沒有研究歷史的人 他不曉得這個是代表 日本人叫做小溪行長 人家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一看了就說 哇 太有意思了 然後再讀到這裡 總之為要保全朝鮮 我的目的是要保全朝鮮 祭安中國 讓中國可以安定 用這樣的一個計畫 來讓中國安定 不要再打仗 不要雙方要花很多的錢 他人議論可以不計 別人怎麼講就不管他了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個 我講到一個國防部長 他的心懷是這麼大 他的胸也是這麼大 他保存一個國家 也要讓自己的這個明朝安定 我覺得看到這樣的戲 你就覺得很感動 特別他提到這些 都是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人 當時收到這一件作品 從這個內容來看 你就覺得說這個是看到歷史的一個真相 看到當時人的一個胸懷 那這個戰爭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鄧子龍 當時最後的一場海戰 在那個陸兩海的地方 那一場日本船被燒掉五百艘船 所以那一場日本損失慘重 那一場戰爭裡面兩個最重要的人 一個就是朝鮮的軍神叫做李順城 所以你只要進漢城一進去 有一個的將就是李順城 所有韓國人都尊敬了一個將軍 他是真正是海軍大將 那那一場戰爭呢 鄧子龍就是跟他一起 都是兩個人都是犧牲了 你看朝鮮還都會定期的去 不是一個人的 他們是一個團隊來拜這個鄧子龍的 這個軍手說希望中漢兩國能夠傳承 鄧子龍將軍以這個事實首富信義的精神 因為明朝答應了要去幫他 保持這個信義就去幫他 保持這種和諧共處 實現東北亞當時在明朝有荷蘭人的問題 台灣那時候有倭寇 神友榮他帶了部隊去台灣 救那些台灣的原住民 這個世紀呢有紀錄下來 因為有個叫成立的寫東方紀 當時台灣就是叫做東方 他當時紀 這是台灣最早的一個紀錄 這個碑是目前在彭埔縣 台灣彭埔馬公寺 天后宮就是媽祖廟 媽祖廟裡面有一個這個碑 這個碑是什麼時候立的呢 萬曆三十一年 萬曆三十一年的時候 荷蘭人佔領了彭埔 就不走了 結果明朝政府就派了神友榮去 跟這些荷蘭人講叫他退兵 叫他你不能佔領彭埔 當時他去的時候 他一個單槍匹馬去 然後荷蘭人聽到說 你要叫我退兵你憑什麼 把刀都拔出來了 神友榮說 我以為你們是來做生意的 所以我對你們客客氣氣的 假如你要用兵戎相見 他說你去打聽看看 我當時在這個打倭寇的時候 抗倭元朝 多少海水都是紅的 後來荷蘭人一打聽說 這個人真的是很能夠打仗的 所以就自動退兵 所以那個退兵之後 在當時就立了一個碑 這個碑現在都還有 他叫神友榮欲退紅毛帆尾麻狼 尾麻狼是當時他的董事令 這個艦長 所以欲退就是用講話 就讓你退兵了 所以這個呢 這是證明 晚明的時候的一個將軍 就可以用講話 就把荷蘭人就退兵了 然後在萬曆45年呢 在現在的媽祖 有倭寇盤踞 他也去申請了這些倭寇 69人 這個呢目前也是在 媽祖這個石頭都還在 既然這個晚明的將軍 神友榮可以把這個倭寇趕走 所以我想說在晚明的時候 非常多的人才 不管在各方面 軍事方面 政治方面 科學方面 這個文學方面 中西交流方面 都很多人才 在這個時代 才大航海時代有這麼多 值得尊敬的人 希望大家了解 但是我以上講的這些 我不是用學者的身份來講 我是自己是一個收藏的人 我對這個歷史有興趣的一個研究 把我所得的來做一些分享 不是說我是學者 講話很有這個權威性 不是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心得 我自己讀書研究的一個心得 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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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